大家好 上一课给大家讲这个图片这个色彩值的这个饱和度 那我们这一课来看下这个图片的色彩差值 就是色相 那这个色相我们这一课来认识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变换器呢 你首先第一眼看这个图片啊 是不是变换特别明显鲜明啊 是不是一看这个是20%多的时候它是这种颜色 75%的时候是这种颜色 原图50%呢是就是我们原图的颜色 好 我们先看一下前沿 就是在之前图片饱和度的调整基础上 我们认识的图片这个色差值呢 由这个什么呢 过滤器就是color mixture color filter的值决定 说图片的色差值呢就不同的排列 在不影响图片大小的基础上呢 可以改变这个图片的视觉效果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图片的绘制原理 色差值的设置 然后来完成我们这个这一颗的图片的设置 这个色相主要指的是色彩的变换 就比如说把红色变为绿色 绿色变为红色 就是这一块 大家看这个颜色是不是比较明显 好 那这个效果我们来如何来实现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路 好 第一步 第一步是不是还是一样 老生常谈的 还是凑建bitmap微图 凑建这个canvis画布 好 第二步这个颜色变换器 矩阵的话 它设置的属性是什么呢 说你和设置的是 还记得是什么呢 setter这个rotation吧 好 这一刻我们 setter reduce 然后这一刻看的是这个旋转吧 旋转这个 旋转这个角度 然后设置当中这个红绿蓝 这个三原色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颜色是由三原色组成 世界万物的颜色 是不是都由三原色组成呀 红绿蓝三分量在色轮上旋转的 这个color的这个角角度 这个概念呢 我们在之前来说 比较少见 那我们这一刻来看一下 这个概念 好 定义一个这个画笔对象 虚伪画笔的color变换值 这一刻是不是和之前也是一样 好 那我们还是通过代码来实现一下 就是说上节课我们讲了饱和度 那我们这一刻来看一下这个色相 色相 好 色相 我们把这个进度条还是同样的 我们是不是也要定义一个 叫色相 色相吧 好 这个比例 定义的是 饱和度的 饱和度的 然后是不是也要定义一个色相呢 色相 好 这个state 好 这个state我们定义 也就比如说也定义一个零吧 零F吧 色相 那这一块我们一样 色相 好 把这个色相定义好 呃 它定义也是这个 那我们与其这样就写一个公共方法吧 把这个抽出来 比如说add add 这个 unseq unseq 吧 change change listener 好 然后这边需要放的 就是一个seq seq seq 吧 多个seq 吧 好 多个seq吧 那我们这一块 写个放心话 seq吧 是不是给它添加上这个监听实践啊 好 既然是一样 那我就把它 就把它塞成 一塞到一块了 都在这吧 好 那我把这个是不是都删掉 饱和度 放这了 那色相 放到这 然后我在这一块 是不是要去 区分一下呀 区分什么呢 区分的是不是seq 吧 点 get id啊 看你是哪一个 是吧 id id 保和度吧 然后 色 色相 色相 然后保和度 那我们这一块定义到这了 保和度 其他这都一样吧 然后色相 那这个色相 这一块 我们需要定义的这个就和它都不同了吧 色相 首先我们在这边先给大家写出色相 就是说色相表 表现 色相表现为什么呢 色轮 刚才大家看 表示的是色轮 色轮的旋转角度 旋转角度 好 色轮的旋转角度 正值 正值表示 表示什么呢 正值表示 顺时针 顺时针旋转 反值 反值是什么呢 逆时针旋转 逆时针旋转 是不是 然后 它的数值范围呢 范围 范围 范围是 是多少呢 范围是 负的 它这个值是负的180 到 到多少呢 到正的180 正的180 它的 这是它的一个范围值 好 那我们再定义一个 这个变换值比例呢 比例在它这一刻 它这个运算的一个是 还是float啊 float 好 它这一刻这个运算比例呢 就是说 就是我们的进度i 它这个取的是i取 减上什么呢 减上我们这个最大这个比例 叫max 它它的百分比 它的百分比 然后 当然这个值有可能是正值啊 正值的话 那这一块 取的就是 乘以 乘以 就是比如说1.0吧 我把它乘成 伏链型 然后乘之后呢 除的是这个最大值 乘以 它比例多少呢 180 那我这一刻取的就是180 这一刻这个运算逻辑呢 第一步呢 它就是说 你取的它这个 最大差值 就是你减去最大值 最合适一点 当前减了这个 是不是就是百分比 百分比乘以这个 就是伏链型 导成伏链型吧 伏链型之后 然后除以它的这个 最大值 这就是它的比 百分比乘以180 180 表示的是 我们 它的一个范围值 得到它一个 最大的运算分母 求之 最大值 那好 那我们最终求到这之后 我们取这个颜色 变换器 颜色变换器 这个时候 首先先reset完之后 那我们这一块 是三原色吧 设置三原色 好 三原色 第一个颜色 第一个颜色表示什么呢 第一个颜色就是 让红 红绿蓝吧 让红色 去 让红色去 在色轮上 在色轮上 旋转 旋转它的 隔角度吧 这个大家不明白呢 可以在网上找 查一下这个谷歌圆码 它当中 它这个 说的这个名词呢 就叫这个 然后这个第二个字 红 红什么呢 红绿蓝 好 那这个就是绿色 那这个就是绿色 蓝 绿 好 红绿蓝 它的颜色值呢 就是说 零 第一个颜色零 然后它的比例呢 也是它 然后第二个就是 一 它 然后第三个就是 二 它 好 这是它的三原色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三原色完成 最后别忘了 在这里给它 添加上它的 是 OK 这就完成 这就表示完成了 因为我们这会复用嘛 是吧 这会都复用了 好 那我们再运行 看一下 重点是 这次重点 讲的是这个 色相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色相 就是颜色差值 这次变换的 这个效果 如何呢 这会这个 运算比例 大家一定要小心了 这一块处理起来 如果这一块处理不好的话 最终会影响你 这个效果的 然后大家 你的进度条 如果说你不是100的话 那你这个比例 你就按照你的比例 一半去 除 我这个是100刚好 取一半是50 如果是你是120的话 那你就得取多少的 就得取60 是不是刚好取一半 二分之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安装 目前正在安装 好 正在安装 好 色调 上一刻 讲的是宝和度吧 宝和度 好 我们把恢复到50% 行 我们来看一下色相 好好 这已经变化了吧 是变化非常明显 50% 好 这就是圆图 那这个是不是就OK了 实现了 就是三元色吧 setRotation吧 setRoot 不是Rotation 好 总结一下 就是说这个Color 作为一个图片变换器呢 这个set 这个Rooted 这个方法 不同顺略值呢 可以改变 这个最终色相的 差值颜色的变换 好 那我们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下一刻 紧接着讲这个亮度 好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